字幕 李宗盛 《年轻跌》 大家好我是Leo 青山福地可说是香港其中一个很独特的自然景观 这里的土地贫赤 流沙碎石多 而且还有很多条分岔路线 如果没有离线地图 以及身手 是一个很容易令人人失落的山径 但这里就有一种独特的欣赏价值 在出发之前记得点赞及订阅我的频道 最重要就是把我影片分享出去 I would never be fine 我们看一看地图 由龙古滩巴士总站出发 入到村 沿着皇帝岩的方向一直向山走 之后就会走到花香楼顶 和十字星室 落到山会见到楼市中池 最后我们由楼市中池 回到起点坐巴士离开 全程大概5公里 连影响打卡休息时间 预计4个小线去完成全程 在一条三粒半星难度的行山路线 我当日由屯门站 乘搭K52A巴士 来到沙浦江127号下车 大家也可以乘搭K52号巴士 去到总站下车 附近有洗手间 可以先整顿一下之后就出发 这里也有香公锁士多 可以作为最后的补给站 沿着南浪、北浪等等的方向入村 这里也是K52号 或者K52号S巴士总站 如果你是搭K52就可以去到总站下车 在车头的方向入村 就可以找到上山入口了 我们一边走会经过一排村屋 所以我们走的时候尽量保持安静 不要骚扰当地的村民 如果你是在总站下车 临上山之前也会有一个公共洗手间 再继续向前走 会见到皇帝岩的指示牌 我们跟着黄色栏杆一直向上山 起步初头都完善的 都清晰可见的 但是上山左右就应该是流沙碎石 开始上山了 也有提示牌提示 前面的路都比较斜 我们注意啦 今天天气大概是17-18度 这段时间上青山福地比较舒适 如果夏天三十多度的话 真的会很辛苦 因为我们离开了起步有树蔭的地方之外 基本上全程都是没有遮挡的 类似沙漠的地 上皇帝岩会经过一条长长的楼梯 大概走六七分钟的楼梯 就会到达皇帝岩 由于地形的关系 在这里附近都有很多大型的岩石裙 途中都有长椅 方便可以坐下休息 我们一直上去 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岩石 这个就是皇帝岩 相传是南宋末年 宋帝饼在涂难的时候 就来到皇帝岩 去避难的 与码头位 未炸毁之前的宋皇台 很相似 在大的岩石上面 由右至左刻有皇帝岩三个红色大字 而皇帝岩的下面 也设有纪念牌 描述宋帝饼的事迹 在岩石的底部 可以藏到十到八个人 黄帝岩的那里 上到最顶 會有欄杆攔住 警告如果是練靶時間有危險 我也查過今天是星期日 不會有練靶 我們就繼續走那條路 由於這裏是沒有指示牌 所以如果是頭一次來的話 前面的路都會令人好疑惑 所以一定要下載離線地圖 和靠絲帶辨認前面的方向 當然最好就是有個熟人帶著 這段路的矮樹比較多 最好穿長袖衫褲 好幸好有絲帶 亦都要下載離線地圖 不然就有點像迷宮 因為這個青山地有很多支線 可以說是八家路 另外亦都建議大家戴一對手套 因為一會上下山的時候 都很需要用到手腳並用 有機會在抓住植物借力的時候 被尖刺刺傷 或者被石頭刷傷 基本上我們過了那些和靠岩之後 都是這些流沙碎石來的 一定要穿上一對良好的行山鞋 可以抓緊地圖 我當日都看輕了走這一座山的難度 所以沒有帶到手套 所以我建議大家 最好都帶備一對手套過來 離開了皇帝岩之後 大概走多30多分鐘 到9個字路 就會去到花香爐頂 這個也是我們下一個景點 途中都有大量大大小小 不同形態的沖溝和裂谷 形成了很多似有環母的分岔路 所以青山福地 一直都被人稱為迷中地帶 在香港行山地區中 最容易當失落的地方 但是在青山福地這裡 同時有很多獨特的自然觀景 所以亦都吸引了很多人 來到青山福地這裡尋憂談避 我們一直走 都是一些水土流失得很嚴重的青山福地 雖然風景很美 但是就真的要很小心走每一步 因為真的好線 都是秋冬時間來的 雖然今天十七八度 但是我整個心都已經出汗了 《青山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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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的3月下旬 青山福地發生了一場大火 足足燒了48小時 有些地方到今日仍未復原 令這一帶原本貧借的土地更加蒼然 另外青山福地部分的路段是屬於軍事禁地 千萬別在練習射擊的日子來到這裡 可以上網查清山練把牆 練習射擊的時間和日期 花香爐頂是位於龍古灘的東面 高310米 是青山福地的西部 一座貧借的山峰 據說是因為花香爐村而得名 在花香爐頂向龍古灘的方向 山上可以飽覽青山一帶的景色 上面也佈滿了不少奇岩怪石 就是在花香爺村上 在花香爺村上有很多的地方 我以為是很喜歡的 在花香爺村上愛沙滅 佛街市面上是一個很大的 更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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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我們去到花香爐頂飆高柱打張卡 由於這裡的獨特山勢 令到風景份愛特別 這裡有很多角落 只要減適位置 其實都可以拍到很多漂亮的打卡照片 這個群山的背景 香港只有青山福地獨有 其實這裡真的有很多打卡位 你只要找到自己一個心儀或者安全的位置 就可以拍到很漂亮的風景 我現在進去十字星室了 從這裡下山 大概二十多分鐘就會到達 豬仔石和十字星室 都是那句 上山容易下山難 在這裡下山要份愛留心 因為水土流失得很嚴重 一個不留神 就像前面這位師兄一樣 滑著下山 盡量選一些粒位落腳 幸好沿路都有很多奇岩怪石 可以拍照打卡 慢慢下山就比較安全 但有些階段 散陣雞口 經濟雞刀 在這碗裡 被纏差 累穎 字幕放置 這裡是非常善良的 我帶坐機不應該戴Pocket 2 我應該戴Gopro 因為這樣鏡頭很容易磨花 看到多人走這一邊的青山福地 就算有絲帶有地圖 也可以路在後面 問上來的行山友 他們怎樣下山都會很方便 這裡都是黃土飛揚的地方 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線路啊 真的要走到粒位那裏才行 我們就要去那裏 豬仔石 其實是寧願踩到坑爐 起碼有得放個位 是行山鞋都會滲下山的 我真的唯有坐下蹲下 蹲下山鞋 或者站在坑上也更好 超級難 不過景很美 好像沙漠一樣 我們終於來到豬仔石 像不像一隻捕在地上的豬仔 在豬仔石的底部 就有一個天然石塑 叫做十字星塑 由於岩石間的空隙 形成了一個十字星的形狀而命名 因為十字星石的名氣 近年來講越來越響 吸引了不少人來到這裡拍照打卡 但是走出去拍都挺大心理壓力的 我選了一個較為安全的位置 拍照留念 這個豬仔石和十字星塑之後 現在去下山了 非常難 下山也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現在我的頭褲又壓難了 下山再慢慢處理 雖然這條路 算是青山福地 最短途的一個路線 但其實你都可以感受到 青山福地的地形 又不是去到寸數不新的 但是那種貧脊 水土流失 你這裡一定是要穿著良好的爬山鞋 下山會經過樓市中池 向龍古灘的方向走大概25分鐘 就會回到我們上山的起點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最重要是按鈴鐺 當有新片出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約定你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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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條片 studio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